第十五章 爭論外邦門徒 該守摩西的律法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 教訓弟兄們說 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國禮 不能得救 保羅 巴拿巴 與他們大大的紛爭辯論 眾門徒就定規 叫保羅 巴拿巴 和本會中幾個人 為所辯論的 上耶路撒冷去 見使徒和長老 於是 教會送他們起行 他們經過肥尼基 撒馬利亞 隨處傳說外邦人歸主的事 叫眾弟兄 都甚歡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會和使徒 並長老 都接待他們 他們就述說上帝 與他們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幾個信徒 是法利賽教門的人 起來說 必須給外邦人行國禮 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長老 聚會商議這事 辯論已經多了 彼得就起來 說 諸位弟兄 你們知道 上帝早已在你們中間 揀選了我 叫外邦人從我口中 得聽福音知道 而且相信 人心的上帝 也為他們作了見證 賜聖靈給他們 正如給我們一樣 又藉著信 結淨了他們的心 並不分他們 我們 現在 為什麽試探上帝 要把我們祖宗 和我們所不能負的騙 放在門徒的頸項上 我們得救 乃是因主耶穌的恩 和他們一樣 這是我們所信的 巴拿巴和寶羅 述說在外邦人中所行之事 眾人都默默無聲 聽巴拿巴和寶羅 述說上帝 值他們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職其事 他們註了聲 雅各就說 諸位弟兄 請聽我的話 方才西門述說上帝 當初怎麽眷顧外邦人 從他們中間 選取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 眾先知的話 也與這意思相合 正如經上所寫的 此後 我要回來 重新修造大衛倒塔的帳幕 把那破壞的 重新修造建立起來 叫如性的人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 的外邦人 都尋求主 這話是從創世以來 顯明這事 的主說的 雅各定斷此事 所以 據我的意見 不可難為那規復上帝的外邦人 只要寫信 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衛和奸淫 並勒死的生畜和血 因為從古以來 摩世的書 在各城有人傳講 每逢安息日 在會堂裡中讀 警察人送信 到安提亞 那時 司徒和長老 並全教會 定義從他們中間 選選人 警察他們和保羅 巴拿巴 同往安提亞去 所選選的 就是稱呼巴薩巴的猶大 和西拉 和西拉 這兩個人 在弟兄中 視作首領的 於是 寫信 交付他們 內宗說 使徒和作長老 的弟兄們 問安提亞 敘利亞 基利加 外邦眾 弟兄的安 我們聽說 有幾個人 從我們這類出去 用言語 搞妖你們 劃亂你們的心 其實 我們並沒有 吩咐他們 所以 我們同心定義 選選幾個人 猜他們和我們 所親愛的 巴拿巴 和保羅 往你們那裡去 這二人 是為我 主耶穌基督的名 不顧聖命的 我們就猜了 由大和西拉 他們也要親口訴說 這些事 因為聖靈和我們 定義不將別的重擔 放在你們身上 唯有幾件事 是不可小的 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 和血 並勒死的生畜 和奸淫 這幾件你們 若能自己禁戒不犯 就好了 願你們平安 眾人接信 便得安慰 他們既奉了差遣 就下安提亞去 聚集眾人 交付書信 眾人念了 因為信上安慰的話 就歡喜了 由大和西拉 也事先知 就用許多話 勸勉弟兄 堅固他們 住了些日子 弟兄們打法 他們平平安安的回到 就差遣 他們的人哪裏去 唯有西拉 定義仍住在哪裏 但保羅和巴拿巴 仍住在安提亞 和許多別人一同教訓人 存主的道 保羅 巴拿巴 為馬可分開 過了些日子 保羅對巴拿巴說 我們可以回到 從前宣傳主導的覺醒 看望弟兄們 警方如何 巴拿巴有意 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但保羅 因為馬可從前在龐菲利亞 離開他們 不和他們 同去作供 就以為不可帶他去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 甚至彼此分開 巴拿巴帶著馬可 坐船往居比路去 保羅 簡選了西拉 也出去 蒙弟兄們 把他交於主的恩中 他就走遍敘利亞 基利加 堅固眾教會 承籬 仁 拿 通便 蓋子 承籬 仁 措 順 順 堅 承籬 封 措 順 順 順 堅